今次的主题就是圣经预言四个国直到耶稣降生 这个是一个用预言来传呼音的方法来的 圣经里面很详细很清楚预言很多东西 让我们看到圣经的可信性 历史的背景就是这样的 当时以色列人因为不听话 就被巴比伦令他们忘了国 由大人当时分裂了北国和南国 北国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已经忘了国了 由南国最后都是忘国 就被努到巴比伦 被努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叫做但以利 但以利很爱神 而且他时收到异仗时收到神的带领 当时巴比伦的王尼布格尼莎 他就发了个梦 他发了个梦就见到一个人像 好像这里的左手边的人像 就是金头、银空、铜腹和铁腿 但脚是半泥半天 然后有一块不是人手所做的石头 打在这个人像的脚那里 他就粉碎片满天下 那个王发了个梦就不记得了 他就叫了全国的术士来 他叫他们你要解析 要不然我会把你杀死 如果你们都不能够解析 你真是没用的 当时那些术士是完全没办法的 但他们想到但以利就请了但以利来 但以利去求问神就解释这个梦 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 就是预言到耶稣尼 就是耶稣尼和之前的四个帝国 这四个帝国都是当时 统治天下很多国家的 因为在其他的时代 是没有什么国家能够统治全世界 那么在最后这个罗马帝国之后 也都没有一个国家是统治全世界的 但是当时来说他不是真的统治全世界 是统治世界很多国家 那这四个帝国是一个跟一个的 那就是预言到将来耶稣尼的时间的 好 我们一起读读诞书二章三十一节 就是诞书对王所说的说话 王呀你梦见一个大象 这象甚高极其光辉 站在你面前光耀对不起 光耀站在你面前 形状甚是可怕 这象的头是精金的 空堂和防备是银的 肚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见有一块 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砸碎 于是金银和铁铃都一同集得粉碎 成如夏天和墙上的康壁 被风吹散 无处可尘 打碎这象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这里所见的梦 就像我所说的 解释这个梦 然后他就解释 一起读 王呀 你是诸王之王 天上的神 已将国度权并能力尊荣都赐给你 凡世上 废人所住之地的走秀 并天空的非鸟 他都交付你手 使你掌管这一切 你就是那金头 在你以后 必另兴一国 不及于你 又有第三国 就是同的 必掌管天下 这里讲到 第一个国就是巴比伦 那你就是个金头 那巴比伦呢 其实在古代 是非常辉煌的一个城市 来的 一个国家 那他很出名 巴比伦有一个 空中花园 在古代的 奇特的殿宗物之一 他就真的掉在空中 即是 在这个花园很高 一层层地上去 那你就是个金头 在你之后另兴一国 那巴比伦是一个 帝国来的 他是统治不同国家 那下一个帝国呢 就是波斯 马代波斯 他是两个主要的国家 合併的 马代波斯 又有第三个国 就是同的 必掌管天下 那这里很特别 讲到他掌管天下 那之前的 有没有讲掌管天下 但这个呢 是特别讲到掌管天下 这个令到 这个就是希腊 这个就是希腊 为什么令到他能够掌管天下 因为呢 希腊有一个大帝 我觉得大家都听过 阿历山帝大帝 他是很年轻的 他二十岁呢 就开始打仗 那他呢 就带领那些人出去打仗 那就出去打了很多地方 真是当时这个世界 当时的世界版图 有很多地方被他打了 是很年轻的 他死的时候也都很年轻 在十几年的时间 打赢很多地方 这个就是 圣经讲明他是掌管天下的 好了 第四国 一起读一下 第四国 必奸壮于帖 帖能打碎克制百物 又能压碎一切 那国必打碎压制列国 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 一半是遥像的泥 一半是铁 那国将来也必分开 你既见铁与泥参集 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 那国也必半强半弱 你既见铁与泥参集 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参集 却不能彼此相合 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当那聂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这国必存到永远 OK 好 我们就会看经文 大家的麦可以拿到准备好 有些经文上的问题 我就会问大家 大家去留意那个经文 现在就会看这个国家 即使我们讲到第一个国就是巴比伦 第二就是马德波斯 第三就是希腊 第四就是罗马 刚刚我们讲了第三个国就是希腊 然后第四个国就是罗马帝国 我现在问一下大家 有经文找到答案的 就讲到这个国家 它的特色和其他国家的特色 有些什麽不同呢 有这个不同带来什麽后果呢 大家可以由经文那里去回答 其实很明显的 这个国家有什麽强势 有什麽力量的 有什麽力量的 这个国家呢 今天肩壮如铁 能够打碎压制法 即它凤打必赢咯 你觉得是吗 是 那由它达到什麽结果 它达到什麽结果 就是可以凤制列国 是 它能够打碎压制列国 罗马帝国和以前几个国家比较 它是领域最大 它连欧洲的地方都管理了 包括英国一部份 英国一部份 都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 好了 就讲到它呢 是半铁半泥 那这个后果呢 这个半铁半泥带来什麽后果呢 是会分开了 是 是了会分开了 那大家有没有读历史 西方历史 读到罗马帝国 分开做什麽呢 有没有印象呢 很多人读历史 因为没有什麽兴趣的 所以读完又不记得了 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 是了非常好 是 祖长其实知道答案 因为我们在祖长开会已经谈过了 但是呢 他是没有上祖长会 但是他读书的时候记得 那我自己都记得了 我有些东西都记得了 读书的时候我都记得了 那就是说到呢 它会分开 那很特别的 说到呢 罗马呢 就会分开为东西罗马帝国 有左脚右脚 那手臂呢 又是有左右手的 那在波斯马帝呢 就是两个很大的帝国合併 就是刚刚呢 波斯马帝就是两个很大的国家合併 成为波斯马帝 所以有左和右 如果腿呢 又是有东西罗马帝国 所以呢 又是两条腿的 但是其他呢 是合一的 巴比伦和希尼呢 是合一的 好了 跟着继续讲下去了 讲到这个半铁半泥 除了会分开之外 还有什么 分开之外 还有什么特质呢 其实大家看经文就可以回答了 有什么特质 还有两个特质的 换强换弱不能彼此伤口 OK 好 你解释一下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有没有看过罗马电影 有没有看过罗马 当然它不是罗马文的 用英文的 有没有看过罗马电影 即是关于罗马兵那些电影 有没有看过 是的 奔虚 其中一个 罗马电影呢 那时候见到一些战车 有些战车 那些马拖着战车 就是这样 那些 即是 他们斗的战车 还有罗马又很出名 就是那些军人非常之勇敢 非常之勇猛 那也都有斗兽长 有没有听过斗兽长 他们也有杀害人,非常残忍的国家, 他说到他很强,为何会叛弱呢? 这个在历史上大家会知道, 为何叛弱呢?有没有人知道? 我告诉大家他叛弱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罗瓦帝国后来他一路分裂, 就是说初初分开东西罗瓦帝国, 后来那些不同的国家都要独立, 所以西罗瓦帝国是早分裂过东罗瓦帝国, 在476年就已经分裂了,分裂了已经不再存在, 而东罗瓦帝国到1400多年才分裂, 他逐步逐步变弱,这个是其中之一, 第二就是罗马那些王是很特别的, 那时候我读历史的那个老师他说, 他说那些罗马王,那些罗马王如何做王呢? 通常都是杀了之前的王, 跟着就是杀了人之后就被人杀了, 他说,Kill should have they will be killed, 即是他杀了人,跟着就被人杀, 即是那些王有很短的时间, 他在位一段短的时间, 他就杀了之前的王,跟着他做了王, 做了王之后又没多久又被人杀, 这个就是罗马帝国里面有的情况, 其实他在很多地方这个程度是不稳定的, 那些王是不稳定的, 好了,讲到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彼此不能够伤合, 不能彼此伤合, 因为罗马帝国就是很多民族, 他的版图非常大, 但待会大家可以看一幅地图, 让我给大家看看, 这里可以看巴比伦, 这个地图不太合比例, 大家看到巴比伦的地图压点点, 他的领域不是很大, 但这个波斯马带是大很多, 然后下面就是希腊, 希腊地图你们都看清楚点, 他的版图是很大, 而最大就是罗马帝国, 你看到他欧洲和东面都全部攻佔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强的国家, 他有很多民族在一起, 而罗马帝国有时用一个方法是怎样呢, 因为太多地方他管不了, 他就让那个地方的人去管, 然后他们总之每年交税给他就可以了, 所以变成了, 其实他们不是很相合的, 不是很协调的, 不过总之交钱给罗马就可以了, 譬如很简单, 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地方, 常常都有反叛的, 常常都反叛罗马帝国的, 即是他们不服罗马帝国, 所以他是不相合的, 半帖半礼。 在这个时候, 神就另立一国了, 永不敗坏, 也都不归于别人, 他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 这个国全到永远。 好了, 大家听到这些, 可能觉得和我们有什么交流呢? 我想说出几样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国际的形势, 如果大家有上网看YouTube, 看不同的影片和评论, 是不是发过很多评论? 不知哪里又开始打仗, 哪里又快要打仗, 哪里又用核武, 是不是经常都有讲这些预测? 但我们能不能预测, 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会怎样? 不能预测, 因为实在太多变化, 不能知道将来是怎样的。 在圣经里面, 那个时代, 虽然不像现在那麽快改变, 现在其实十年至三十年, 我自己觉得世界末期会开始, 世界有讲到末期, 有什么根据呢? 其中一个根据就是气候变化, 刚刚有这个气候会议, 他已经讲到最近这九年, 这个气候, 这个天气已经变得好热, 还有我们在香港, 中国都是, 是这麽多年以来, 第一次十一月有打风, 这都是气候很大的改变, 就是说这个世界一路变差, 是越来越热, 那圣经国的活势就非常热, 所以很大可能, 这个世界很快改变, 是将会进入末期, 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 因为圣经讲到末期的时候, 是有很多灾难, 敌党基督的势力是很强很强, 在以前不是那麽危险, 即是那些情况不是那麽危险, 不过都是很不稳定的, 你能否预测, 几个帝国,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实在是没有可能的, 谁知道预测, 譬如他预测到, 亚历山大这个希联, 就会掌管天下, 他怎样知道将来, 会有这个年轻人, 很年轻的, 二十岁开始打仗, 二十岁开始打仗, 大家见到那些中学生毕业, 将他二十岁, 可以将他二十岁入大学, 他才可以打仗, 带领很多军队出去, 即是他怎样有这麽能力呢, 其实当时, 亚历山大带这些军队出去, 数目并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但他很有战略, 他打仗打得很厉害, 是无法能够预测到这个人, 他这麽有勇气, 这麽有策略, 其实他打波斯帝国的时候, 他人数比波斯帝国小几倍, 但他找到方法怎麽去攻击, 结果是将波斯帝国攻陷, 这个是非常强劲的, 那圣经怎知道他会掌管天下呢, 这就是个特色, 就是圣经知道将来发生的事, 后来罗马帝国怎知他会分裂呢, 怎知他会半强半入, 又很强, 又攻陷很多地方, 他能够克制百物, 能够这麽强势, 但那些人又不相合, 他怎知那些人会不相合, 和会半强半弱, 和他亦都讲到, 在这个时候, 神就会另立一个国, 这个国是什麽呢, 我们看上去, 不是地上的国, 在第44节那里讲到的国是什麽呢, 是永不败坏的, 是永远不会败坏, 我们发觉世上的国家都会败坏的, 很多国家呢, 因为不同的原因, 有时人的道德不好, 有时有些不好的政治, 各样的问题, 即是国家, 其实我们, 如果你在网上搜寻, 你发觉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问题的, 现在是没有一个国家没有问题的, 但这个国家呢, 是永不败坏的, 是永远不会败坏的, 不会归别国的人, 这件事很特别, 即使我说四个国呢, 巴比伦结果被波斯取代, 是归别国的人, 被人取代了, 消失了的, 波斯又被希腊取代, 希腊又被罗马取代, 是没有了的, 所以是归于别国的, 但这个天国, 讲到这个就是天国, 是不归于别国的人, 是永远没有人能够取代, 并且打碎灭绝那七个国, 这个国会传到永远, 会传到永远的, 天国是传到永远的, 跟从耶稣的人呢, 是会永远能够有天国, 在这个今世和天上, 我们有永远的国度, 是有很多证据证明, 这个神是真的, 这个其中一个预言, 就能够知道将来发生的事, 我们就知道这个神是奖会的一切, 你看佛经不会有讲到将来的事的, 你看伊斯兰经也都看不到有预言到将来的事的, 但圣经是将将来的事是很清楚, 将那些国家逐个逐个逐个讲出来的, 他们都讲到这个天国是传到永远, 是不会被人消灭, 和一样东西会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那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这个部分是未曾应验的, 因为这个什么时候应验呢? 就是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就会灭绝所有国家, 现在世上的国家无论多强都好, 这个国家将来到耶稣回来, 全部都要毁灭, 唯独信靠耶稣的人能够得到永生的, 所以这个天国是会灭绝一切国家, 也另一样很特别的, 其实在罗马帝国, 他们逼迫基督徒逼迫得很严重, 他们扔它到狮子坑, 他们有时将羊皮包在基督徒身上, 赶它到狮子坑, 然后狮子就会咬死他们, 又会钉基督徒, 又会火烧基督徒, 他们做很多这些事情, 他们就以为可以将基督教完全消灭, 其实在历史上有不同的人想消灭基督教, 另外一个就是希特拉, 他又想杀所有犹太人, 反而基督教在最困难的时候, 就算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他能够很强盛, 反而他在逼迫的时候强盛, 亦都是很多受逼迫的国家的基督徒, 反而他们更加强盛, 在被逼迫的情况, 我们就看到天国是超越一切的国家, 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一群被神使用的基督徒, 去影响我们周围, 基督徒中爱主有力量, 我们就影响周围的人, 这个就是看得到神的掌权, 神掌权的, 这个就是个图, 金头就是巴比伦, 但要书二章的人像, 银空就是马代波斯, 同伏就是希腊, 他就会掌管天下, 因为这个阿历山帝大帝, 然后罗马就是铁腿, 他后来分为东西罗马帝国, 他脚是半铁半铃, 所以他是天壮如铁, 但他半强剥弱, 很多人不能够伤合, 神就在罗马帝国就成全这个天国, 成就这个天国, 就是神所要成就的事来的, 在这个四个国, 又预备耶稣来过, 很特别的, 这四个帝国都有一个重要的预备功能, 在左手边就是巴比伦, 巴比伦就是犹太人, 因为他不听从神, 所以亡国了, 那时就预言耶稣来的时间, 但耶稣第九章, 我们下星期会讲到预言耶稣来的时间, 就是69.7, 就是在巴比伦的时候, 但以你所预言的, 跟着马代波斯, 很特别, 马代波斯是控制以色列人, 他们被老的, 但是波斯却给他们回去重建圣殿, 和重建圣城, 这个很特别, 为何他要捉那些人, 为何要给他回去重建他的城, 我用一个例子, 这个国家被人灭了, 他说, 麻烦你让我回去重建我的首都, 别人肯不肯, 你重建首都之后你想复国, 但他居然神感动他, 因为圣经讲了, 耶稣说了, 你七十年后, 你便回去重建你的圣殿和圣城, 那时真是, 波斯的王容许他们回去, 他们便回去重建圣殿和圣城, 预备耶稣回来, 还有波斯帝国就是发明, 用钉十字架的刑罚, 就是将为耶稣被钉十字架, 但预言的时间是主前一千年, 但到五百多年才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然后希腊呢, 就是亚历山帝大帝, 他的老师大家会听过, 如果你读西方历史也有听过, 阿里士多德, 如果你没有读西方历史, 可能不知道英文名, 阿里士多德是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 他就是亚历山帝的老师, 他爸爸便选了这个老师教他, 不单是教他文学, 和教他战略, 教他这种德性的心态, 阿里士多德大帝, 他就很欢喜希腊的文化, 和希腊的哲学, 希腊的文字, 所以他去到哪个城市呢, 就将那些学者带到城市, 就帮助当地人学希腊文, 这件事很重要, 为什么呢? 到耶稣来之后, 保罗传呼音, 去到很多地方是用希腊文的, 他写《新的圣经》也是用希腊文的, 那些人呢, 在整个罗马帝国很多地方都懂得希腊文, 因为阿里士多德大帝, 就是他预备了那些人有共同语言, 如果我们在以前不同的时代, 要去整个全世界全呼音是很难, 因为去一个国家又不同语言, 好像例如这样, 虽然现在英文是一个统一的语言, 但如果大家去欧洲, 你会发觉如果那些人不懂英文, 你去一个国家, 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每个国家不同, 你知不知怎样学, 你学到几时才学得完, 但保罗只学意大利文, 不是说到希腊文, 他就去云曬那么多地方, 全部都可以用希腊文讲道, 那些人就可以信耶稣, 所以这个就是神很特别的安排, 就是神的掌管, 他的掌管程度是很厉害的, 就是神不是好像, 又不得你们这些国家如何发展, 譬如在这个时代, 好像那些国家自己各自发展, 但其实神在一切之中有他的计划, 有时这些计划我们不知, 不过到天堂我们就会知道, 去到天堂问神, 神为何这个国家会这样的呢, 为何这个国家会这样的呢, 你问神, 神会到时解释给你听, 为何有什么工作, 好似简单一个例子, 今天在很多伊斯兰国家, 还有在以色列, 很多人他们是不信耶稣的, 但有些人他们寻求神, 他说神你是谁,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宗教之下, 就发觉很多问题, 发觉那些人很多残暴, 他就问神,神你是谁, 他们很出奇, 他们是见到耶稣, 有不同国家的人在网上, 大家如果找英文, Song Jesus在YouTube那里, 见到耶稣, 你会找到很多影片, 就是那些人本来不信耶稣的, 他找到, 见到耶稣, 接着他就信耶稣, 是很多这样的人, 我们曾经去过, 一些国家去传道的时候, 他们都告诉我, 他说我们经常都听到, 有些人见到耶稣, 现在信耶稣的了, 就是以前不是信耶稣的, 这个就是神很特别的工作, 所以神是掌握一切的, 去到罗马, 很特别的, 罗马呢, 其实罗马时候, 才有大的城市, 罗马是有一百万人, 现在来说一百万人是小二科, 在那时来说是很紧要的, 因为之前是没有的, 没有那么大的城市, 那么大城市有什么方法呢, 一个就是道路, 大家听过, 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就是罗马呢, 在他的罗马帝国, 整了些大路, 就去罗马的, 那些城市呢, 大城市都有通行的路, 所以保罗去传道, 是容易很多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它有很多通水的道, 因为这么多人住的时候, 很多水的, 那罗马人就建了很多通水道, 它也有很多公共的浴室, 因为罗马帝国很多公共浴室, 因为其实那时候来说, 不像我们现在那么舒服的, 是自己家里有个洗凉房可以洗凉的, 他们没有的, 他们要去公共的浴室去洗凉, 但是在以前的人来说, 已经是很好的, 那么多人可以去洗凉是很特别的, 所以罗马帝国是能够预备那么多人聚集, 而能够那么多人聚集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耶稣来到, 因为在这个时候, 就更多人可以认识到耶稣, 所以基督教能够那么快广传, 就是因为神预备这个罗马帝国, 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了, 还有希律很特别的, 这个希律王, 就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 杀死那些婴孩那个希律来的, 很残忍, 但是他就想土犹太人, 他就重建圣殿, 重建圣殿很特别的, 在主前十九年开始起, 起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出生的时候, 总在建的, 到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就已经建到差不多, 建好了,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 圣殿是很美的, 是刚刚为他建的, 跟着耶稣来到, 圣殿就被毁灭了, 就是后来主后七十年, 就被毁灭了, 所以希律就会抗建圣殿, 和罗马人很喜欢建建建筑物, 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 就发觉那个阿巴拉罕, 他们的墓, 亦都是罗马人建的, 很大座的, 其实你看不到坟墓的, 不过里面就有一座座野, 就说这个就是他的墓, 其实未一定在那里, 他总之建了一座很大的建筑物, 全部用很厚的石头建的, 这就是罗马人的特色, 亦都做了很多纪念, 圣经里面人物的一些建筑, 亦都在罗马时候, 圣殿耶路撒冷被毁灭, 就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我们现在看到, 原来最重要是耶稣降生, 又来耶稣圣殿被毁灭, 这就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然后圣神知道耶稣何时来,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神知道他何时回来, 我们知道现在的国家, 何时会有轻有衰, 最重要是我们信靠神, 当然我们都想祝福不同的国家, 我们想将福音带给他们, 我们不会去反抗国家, 我们会去祝福他们, 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有平安的日子, 更多福音能够广传, 这就是我们的心意, 我们不会去敌党国家, 但我们去祝福用耶稣的方法, 用福音救恩, 去将福音传到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看到耶稣掌权, 所以我们就不用怕了, 就算有一天我们受逼迫, 被人捉了去坐牢, 我们都不怕, 因为神会保守我们的, 好, 我现在简约讲到一些讨论的问题, 待会大家分组的时候讨论, 人能够预先知道国家会发生什么事, 并且详细形容将来国家的特色呢? 没人能够预言的, 十年之后会怎样的世界, 真是很难想像, 但圣经一早预言定将来会发生的事, 这几段经文有几个国家, 大家讲不讲到? 几个国家? 用手指句, 四个国家, 四个国家, 是哪几个国家呢? 我想大家应该记得, 稍后大家可以看看, 但以理, 宜章生日一节形容第二国, 马代波斯两个臂, 本来两个国家, 它是两个手臂, 所以分开两边, 然后第三个国家掌管天下, 这个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神真的做它是很特别的, 其实神将这个质素放在它里面, 他小时已经有打仗的心, 当然神不是将犯罪的心放在人的心里面, 但神刺别人不同的因刺, 神知道定将你这个人, 就会打赢很多世界的地方, 这就是神预备这个人, 亚历山大, 然后第四个国家就是罗马, 罗马什么特质呢? 我们先问过, 那些半铁半泥, 很肩壮如铁, 结果是分开的, 神又另立一个国家, 永不败坏又不归于别国的人, 又打碎灭绝一切国, 这个国全如荣, 这是什么国呢? 譬如你带领人信主的时候, 你都可以跟他问他, 你能够预知将来的事, 这里所讲到这些国家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自己兼顾我们的信心, 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 将来历史发生的事, 存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听神话, 我们一生都可以蒙福的。 由第七, 圣经清楚讲到耶稣时代, 和之前四个帝国, 和预言耶稣在罗马时代建立, 圣经怎样能够预言将来的事, 是否证明圣经是神的说话呢? 即是圣经怎样知道 将来四个帝国, 和将来耶稣会在四个帝国来, 建立这个天国呢? 第七, 对不起,应该是第八, 这世上的列国都要过去, 但天国会永远长存, 那你想想成为天国的子民呢? 即是任何国家都要过去, 但天国的子民是永远长存的, 和在今世内生都能够享受 神的爱和恩典, 那你想想成为神的子民呢? 怎样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呢? 好了, 建立灵命呢? 我们除了以上的问题可以加上这些问题, 譬如一会大家可以选择建立灵命的, 你有没有看过神掌管世上的列国, 即是有一个经文呢? 你相信神掌管我们的生命, 和世上一切的事吗? 你相信你的路, 你将来的路是神掌管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与死, 我们健康与疾病, 神一定掌管的, 不是神令到我们有病, 有病是因为我们人有罪, 所以人都是总会有病的, 但神能够在疾病中帮助我们, 那你能否相信神真的掌管你的生命, 你一切在神的手中呢? 那如果生命被神掌管有何后, 有何益处呢? 第三, 世上的国家有人都会过去, 那我们应不应该寄望在世上的国家呢? 即是我们的盼望是在世上的国家, 还是在天国呢? 第四, 你想不想让神完全掌管你的生命? 你怎样让神掌管你的生命呢? 即基督徒你想怎样让神去掌管呢? 那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 第一, 我们知道神是掌管天地一切, 所有国家都是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给神, 神一定掌管, 我们的前路呢? 亦都是神的手中, 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说, 神啊, 我的生命很宝贵, 求主使用我的生命, 掌管我的生命, 让我走到神的路, 那我的生命一定, 必定永远无福的, 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一起祈祷, 求主赐给我们力量, 走在神完美的计划, 有信心既然神预言到将来发生的事, 以前发生的事, 亦都能够预言, 世间每日会发生的事, 我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你是掌管一切, 我们看到圣经的权威性, 圣经知道在耶稣来的时候, 之前四个帝国, 圣经也都清楚讲出这四个国家的特色, 让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 神也都掌管我们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将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信靠神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 信靠神你是祝福我们生命的, 听神话的人, 遵从神的人必定一生蒙福的, 求主施恩祝福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跟从你走你的路, 我们必定蒙福的, 求主帮助我这一阵来到神面前, 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 因为这些罪就会难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得着耶稣的救恩, 得着耶稣的救恩之后是跟从你, 因为如果信耶稣而没有遵从神, 是会失去神的救恩的,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失去神的救恩, 是永远得着神的恩典, 赐表我们火热的心, 帮助活后的世代的人, 更加爱耶稣, 更加遵从耶稣, 感谢天父, 赞灭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命, 阿门! 阿门! 好,求主帮助大家能够看到神长的一切,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怕的。 �? 阿门! 总统, 嘞的天一切, 这也是可以的! 欢迎我的愿者, 你 winning惠者, 喜可吓仇主的天赌人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